回顾过去的莫拉克台风 辛克勒台风 还有赫博台风 中部雨量破迁 带给阿里山以及南投的山区严重的灾害 所以现在包括了像南投景点 这个清静农场 天空之桥都紧急的在防台 但是还是有很多北部 放台风架的游客 开车南下去玩 还是提醒大家务必要小心安全 南投清静农场 工作人员急忙分解乳牛玩偶 还要草原上上千只的迷你风车也得拆下 因为台北台风来袭 中部山区雨量就上看一千毫米 不夺有一些那个闪客 不夺原因是因为台风的关系 因为台风的关系 对 包含猴探警的天空之桥 还有南投的信义天梯 早到前一天就进行预防性的封闭 还请来了保全人员管制 就怕强风好雨会带来危险 风很大 怕危险 不少来自北部放台风架的游客 专程开车南下去扑空 事实上不止台北台风将带给中部山区庞大的雨量 像今年7月苏利台风 台中和平松赫等部落断水停电 还有八八风灾莫拉克台风 重创阿里山以及南投 灾情远超过了赫博以及桃枝台风 还有2008年的新乐客台风 以及1996年的赫博台风 也带给了南投山区及阿里山严重的灾情 确保游客的安全 所以说提前一天在昨天就进行公告说 侯探警游戏区经天空之桥 本日休元一天 气象局预估台北台风来袭 中部的山区可以达到1100毫米的降雨 尤其首当其中的桃竹苗山区以及南投 需延防超大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中心委会少宇南投报道